好,那我们要做的是在图形上直接做画 那所以呢,我们把它换成了一个猴子头 先把它删掉 然后呢,我先选正视角 选正视角 然后按Shoot A加一个猴子头 放大一点 我用View Spective 这样子 OK,猴子头在这里 感觉猴子头太大 可以说小一点 好,OK,那这样子 先把它Smooth平滑化 之后呢,我弄个材质 有一个组 应该是弄个 颜色 弄个Material 弄个Material 然后呢,他说 在 Material里面 有一个Vertice Color Paint 这个要打勾 这个不打勾的话,就放得上去 那打勾之后呢 OK 我们进入编辑模式 这是猴子头 那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 有一个叫做 这个 Vertice Paint 这个东西 OK 那我现在呢 就选一个红色 来给它涂一下 我其实没有 没有在做任何美作 我只是要告诉各位 它可以涂而已 好,那这个半径也是可以改的 它细部的 好,那现在就变成一个五彩缤纷的猴子 好,OK 然后呢 就OK了 那接下来呢 就回到物件模式 那我们按一下F12 欸,猴子不见了 猴子在这里 因为角度不对 那我换一下相机 是脚腕Ctrl-LT-0 有点太小 再试一次 好,OK 好,那猴子 好,那猴子 有彩色的猴子 好,那所以各位可以试试看 记得 先在Material里面 把Vertice Color Paint 勾起来 然后呢 接下来进到 这边的时候呢 选Vertice Paint 好,就可以 画了 好,那请各位试试看